台湾资深艺人赵顺患病需要终身洗肾的消息引起哗然 不过近来他频频现身公益活动 也鼓励洗肾的病友与家属重新面对人生 当他得知中共活在法轮功学员及良心犯器官牟利 赵顺除了相当不忍这样血淋淋的罪行 同时也希望台湾病友不要冒险赴大陆患器官 资深艺人赵顺开心颁奖给洗肾11年的蔡同学 这是他们坚毅走过病痛磨难的见证 神患多病需要终身洗肾 赵顺曾在鬼门关前走一回 既然老天把我们留下来 我们就是好好的过每一天 然后同时可能有些任务交代我们吧 把这些讯息告诉人家 这个不要那么轻易的就放弃 赵顺鼓励病友重新面对人生 当听到国企近来揭露的中共活摘器官罪行 曾经在上海居住的他表示 之前就听闻大陆有偷胜的残忍情况 我还真不敢看中 因为每一个案子都是血淋淋的案子 因为他们讲说有重剑 我认为医疗环境还有整个卫生条件没那么好 我认为那个赌注下太大了 真的下太大了 我劝他们还是规矩在台湾排合法的患胜 比对什么的 通过正当程序去取得 我说那样比较好一点 呼吁病友不要冒险赴大陆患胜 日前台湾卫生署推广器官捐赠活动 倡导器捐加注健保卡 医师李方燕说 病患如果冒险去环境不透明的大陆移植器官 最不利的还是病人 把他压在那里 这个事实上来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 他在进行 但在黑暗中进行 其实是不利的 反而是一些少数的违法分子在获利 真正的医疗的照顾 没有真正照顾到这些末期器官率解的病人 台湾除了持续推广透明公平的器捐平台与医疗照护 目前已经有超过2000位台湾医师联署 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及两性犯器官 新桃人亚特电视 卢天长成真 台湾台北报道